Yo yo yo, YouFu Sports Show,我是黄丹尼 体育名人的生命故事,体谈的最新动态,健康新知都在这里 Let's start up,听好,听好了 欢迎来到YouFu Sports Show 欢迎回来YouFu Sports Show,我是黄丹尼 好,今天访问的来宾其实是跟过完年之后 不管很多人说转职啦,或者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规划 也有很多的关系 那尤其运动员,大家如果看新闻 比方说有一些选手退役之后 或者是说不小心被裁员,他们突然开始茫然了 比方说,我一四人在打球 或者就是说我永远都在后空翻 突然之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呢,求助无门,只好从这个奖金 说是不是在做点小投资等等 然后就有一些挫赛的情形 那当然这个其实也不一定是完整,完全的啦 也有一些选手他这个转职之后,发展得很好 比方说像Costco的这个台湾剧总裁 哇,这个就非常的不一样 或者就是说有些人当了这个篮球的这个会长等等 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些概念可以去延伸 那黄丹尼啊,以一个运动迷来讲也不是非常的专业 所以呢,每次,今天其实特别开心啊 我可以变得很轻松 因为我们请到的来宾会非常的完整地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 让我们欢迎的就是运动广播节目空中全会的主持人 以及中华民国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 曾全域,曾理事长,宗老师 耶,嗨丹尼,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今天我其实是非常的轻松 因为我们请到就是跟我一样有体育热情 然后也是做这个广播主持人 然后在这个选手的访问当中是非常的有经验丰富的老师 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曾全域理事长呢 他现在是中华民国运动员刚刚有提过的 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也是Podcast节目空中全域会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出版新书场外人生运动员 送给迷惘的我们20种力量的这个作者 然后也是业余的铁人三项选手等等等等 这么多,这么丰富 老师您怎么去跟这个运动结合的这么的深啊 其实就是我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啊 所以我就是念体育大学毕业的 小时候也是很喜欢 就是在那个成长过程当中 也是对于体育是非常的 有这个创景跟热情这样 就是小时候其实是喜欢运动的 那我小的时候国小其实是玩武龙武师 他不是运动他有点像是 Folk Art就是我们说那种民俗 民俗技艺那种 然后还慢慢的才就是有参加田径啊 但是因为国中高中就是升学 所以就出来就是逐升学班 没有想过会读体育 那不过就是因缘机会 然后因为考试没有考好嘛 然后后来大学就是我出来就填志愿 就干脆填一个自己喜欢的 后来就选体育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说虽然是 比方田径相关等等 但是也并不是往这个竞技型的体育的 这种大学去走 那时候有想说就 想要跟体育沾上边 或者就是说想要帮助体育 所以去读运动相关的一些科系这样子吗 但其实没有到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志愿 或者说是就想要改变什么世界 那个时候资讯也还没有那么发达 也还没有那么多的社群媒体 所以不太知道说可以怎么做 但是我当时只是误打误撞 算是误打误撞的 进到体育的专科学校 那我当时连国体台体北体都分不出来 就不知道这三间落在哪个地方 然后对这次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北体在台北 然后国体在桃园 然后台体在台中 我后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就随便舔一间 后来就舔到台体大 然后后来就在台中 我也是进来之后 才更对运动有比较深刻的认知 那本身有喜欢看什么运动吗 就是说虽然就是在体育这边 有做一些学术上的发展 那也可能就是对一些相关的 也有兴趣这样 但是我相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就比较不一样 就我不是看台湾最爱看的那些棒球跟篮球 我反而比较喜欢看季级类的运动 譬如说角力 然后柔道 然后或者说是像我自己玩 如果是脚踏车铁人三项 就是会观察他们的这些比赛的那个过程 会去看追他的那些时间这样子 所以我喜欢看的运动跟别人不一样 对角力跟那个比方说竞技 像是摔角相关的怎么会引起老师您的兴趣这样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修过这门课 然后那个体育大学的修课就是体育的课都是一学分 但是你必须要修一年 就是一年然后一学分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修角力的课之后 我就蛮喜欢像这样子类型的运动 然后我们必须要学非常非常多种的数科跟学科 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间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类型的运动 然后让我接触到 然后我就觉得角力运动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 他其实有分西螺试自由试他的不同的试里面所锻炼的 然后他们说要锻炼脖子啊要锻炼 就他们那种训练方法我就觉得很特别 然后也是我们一般人没有机会接触到 我们用的都是比赛的场馆 那台体大的表力也是蛮强的学校 所以就是可以跟很专业的人接触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就慢慢就是比较喜欢 技技类的运动 OK所以他其实比那因为像球类的话比方讲战术是团队或者是相关的那种比较当下的 可是如果是像角力这一种像您讲的可能还有运科还有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能 他比较属于更科学性比较像学术性的一些需要整合这样会比较迎进你的兴趣 其实都会需要有运科喔 不过球类运动他有团体项目 那我个人很喜欢人个人项目的运动赛事 但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差别 对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 那当然就是您在这个体育的大学当中当然接触的更多 那毕业之后那时候有想过说要去往哪边走吗 比方说有些人就是 就去比方走运动中心啦或者就是当老师或相关等等的 然后您是什么时候变成就是也是广播的一个 甚至现在变成podcast的组织人 以声音来去传递体育这件事情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趣 我并没有想过说要做这类的发展 就我没有想过要做体育从业人员 我其实是想要赚钱的我就是一开始当讲师 我现在的工作也是当讲师 帮忙企业做一些内部的训练 但是我没有想过说我后来会转回来做体育有关的工作 所以我就把我在企业授课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然后用到体育的这个场景底下 然后来应用看看 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也都是运动员应该要具备的能力 因为他们还是要跟社会接轨嘛 但不过却都没有人去增强这一块的能力 所以我才会慢慢的投入进来 那我当时会做广播其实就是误打误撞 因为我本来就在做广播节目之前 我就是当主播 所以我播我有在一些地方的电视台 然后还有在广播的这个公司 然后播新闻就是编播 我们会有很多假日编播嘛 然后各个时间点的编播 那我当时在全国广播 那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后来去读台译大 然后读完就其实我就出去工作 做我的工作 不过就在2017年台北市大运 大家就正夯体育的时候 然后全国广播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说 那我们想要开一个体育有关的节目 就想到你要不要试看看节目 我也没有做过节目 所以就是一个误打误撞 然后就去试看看 那也很幸运啦 就是当然没有丹尼厉害 丹尼就是已经得过金钟奖 我们是商业的电台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我没有想过会得 但就是我们就是入围 有入围两次 然后也拿过文化部的补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那我现在就是把它变成Podcast的节目 所以就在网路上面来继续的录播 然后我主要就在天下独立评论 还有亲子天下写体育的专栏 是 这边呢也都跟大家说明 这是那个老师 曾全英老师 李市长这边也有担任天下杂志 独立评论 还有亲子天下翻转教育 这个专栏作家 然后当然刚刚提到讲师 也有包含帮企业做很多东西 所以您等于现在是非常多元的 在做一些比方跟民众接触的一些概念这样子 那我们会说这种工作就比较像是 复合式的工作形式 就我们会同时做很多种工作 但我们并没有隶属于任何一间公司 了解了解 因为当时我在做体育节目的时候 我想说因为以前我在美国加拿大 我想说我打开广播或者来电视 那个体育相关的节目呢 可是琳琅满目啊 那可是24小的 台湾连FOX都收起来了 What the heck man 就想说怎么会没怎么没有 杀眼 对但当然以前自媒体没有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找这些资讯 真的很少很少 那我就想说 是不是我也在这个电台 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小时 但是不讲他们的技术 不讲他们的一些成绩 就讲他们的故事 因为这东西我觉得大家都 你如果在比方未来啊 或者是在FOX或是ESPN那时候看 他们就是被剪辑成五分钟 然后就可能就是就这样子了 所以他们其实变成 他们也渐渐不知道该怎么讲 他们的人生 那这个从老师您的角度 您在做广播节目 或者现在podcast 在访问这些选手的时候 您从一开始到现在 有没有一些您印象深刻 或者觉得说过程当中 这些选手的一些状况 或者一些其实可以变成您的一些教材的内容 有啊 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手 比如说我当时 我也有一些访谈有访过像这样子的故事 就是像有一位选手潘启成 然后他是拳击的选手 拳击运动员 然后他是内谱农工 屏东的内谱农工 那是孕育拳击的一个故乡 那他大部分都会生来台体大 但大部分的读拳击的运动员 能够大学毕业就已经很好了 就一学历来那时候的话 他们很多人都大学是读不完的 然后再加上加 我们有时候会说拳击运动 当然慢慢的在改变 但是他很像是穷人翻身的一种运动 所以他在行性方面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会流血啊 然后会比较辛苦的就是季级类运动 但是现在潘启成 他确实在上海体育学院读到博士 他后来就对于体育跟教育这件事情 他就产生了热情 那他当时就是在台体大的时候 原本他就要休学了 那因为我是他的某一堂课的老师 那他就问我很多 他要怎么办的这些事情 那我没有答案啊 我就只能陪他降体重 他们就要穿着雨衣 然后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然后还要再跑操场 然后你就陪他跑一跑 然后就跟他聊聊天 其实我觉得运动有时候就是很需要这种 陪伴 有人跟他喊话 对对对对 而不是说在他光鲜亮丽的时候 找一堆赞助跟代言 那个东西都是锦上添花 但是当他最需要的时候 可不可以有人跟他聊一下天 我不能说这就是任何人的功劳 或我的功劳 但就是聊一聊之后 他就发现 他或许可以去试看看 所以他后来去尝试一些 像现在不是冬季奥运的时间 他去尝试了一些冬季奥运的暗幕 就是雪车雪橇 无度雪橇这种 他去玩一玩 他就体验到说 我打拳击要打到亚太区的资格赛 难度这么高 但是我如果现在在 亚热带地区的台湾 你雪橇你随便就进亚太区的资格赛 因为没有人在玩 所以他就说 或许这就是一种 我就说你的视野如果打开了 你就可以更知道说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做 你为什么要局限自己就只能做什么事情 那这其实就是一种生涯规划的思考 所以他后来慢慢的就 慢慢的结合电商 然后也销售的很好 在大陆的课程其实卖的很好 然后也养活自己 也就是说 对 也就是说 他运动员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就像您讲的 如果地域性的话 他可能就是说 那个地方是什么比较热情 或者比较好 他的资源比较多 那我在那边出生 我可能就朝这个地方去走 比方就像泰国的 泰国就很多的一些 像您讲的 想要翻转贫穷 就去打泰拳 然后也是流血流汗这样子 但是也没有想到说 其实可以踢足球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 真的是需要去陪伴 对 而且那个资源面白就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 要让选手知道说 资源虽然不够 或者说是你在的地方 或你的背景 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资源 但你有没有办法 透过学习 或者是透过你去连结人脉 或者是透过你去跟别人对话交流 得到更多的资源 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所以这应该是选手要去具备的 了解 就像是我记得 我第一年在做的时候 我访到那个 就是我们的台湾 雪橇飞人的林德安 他那时候也是篮球员出生 我访问才就是说 哇好有趣喔 那时候他在那个 他在那个花莲 他回乡 因为在养伤嘛 他说养完伤 我要回篮球队这样子 结果呢 他说遇到以前的教练 在半山腰 就是在测试谁的速度 比较快往下滑 就是个人雪橇 然后他说教练 教练就说你来试试看 结果他前五块 立刻就被抓去 那个东京 到日本去 然后他那时候的想法 一地训练 他那时候想法就是说 可是我要打篮球啊 那时候他爸爸是跟他讲说 你打篮球什么时候可以出国 但是你这一个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他其实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去看市面 你怎么为什么不转职 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从这个广播当中 其实就有得到很多的 一些不同的启发 也是这样 这些选手给我们很多听众 然后还有我自己 有不同的感觉 但是有一些状况就是 很多选手他 一天24小时 他就是很规律的在做事情 所以他们在言语表达这种状况 就比较弱一点点 那您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选手 那您是怎么跟他们去做一些讨论 可能跟私下在边跑物片聊天 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 如果是广播上面的话 当然也是做这个广播节目 就是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很简单 就是把它拆的更小 拆解 就是你要把整个录音 再拆的更小 就是那个段落要拆的更小 然后问题要更具体 也就是 有时候你还要跟他先对过 所以我们每一段的休息时间 放音乐的时候 其实是在跟他对下一段 也就是说要 我大概必须要做到像这样 所以我没有把它当成只是在录节目 其实我把我每一次的 跟选手访谈的节目 都当成是一种教学 所以它是一种 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在教他说 你要怎么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 那你在讲话说 你要怎么把最精彩的东西往前放 因为你精彩的东西没有在前面 我们做广播都知道 就前几秒钟 现在不是前 上个礼拜吗 有一个音乐调查也是 就是大家只听前五秒 如果新的歌曲前五秒前 就是不会听到副歌 就是都 那个不吸引人的话谁要听 大家都在跳 你知道吗 就是 一直跳着听 但是大家已经没办法沉浸 因为那个注意力 跟我们这个滑 滑越这种网路的这种社群 很快速的跳跃 所以我们这种点状式的跳跃 所以这个是要把最精彩的东西往前移动 那我会分段录音 所以我譬如说我两小时 我的节目是两小时 两小时节目分六段 那六段 每一段当中的排序就是把它安排 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交错 或者说是他的故事 硬的跟软的要交替 类似像这样 就先帮他设计好这一块 了解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手 他的那个 比方说是针对不同的竞技 他的讲话比较少 还是就是说哪些选手 他会特别比较害羞不太讲话的 像我在访谈 像我之前访谈庄志渊 就是桌球教父 对 那在访谈对桌球 桌球教父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现 我们以为的他就是没有 不怎么说话 话非常的少 审话 审话的运动员也非常多啊 譬如说像那个小林同学 也是非常的审话 所以我觉得在做运动员访谈的时候 就是他会审话 没错 但是你要怎么调出他想说话的内容 那我后来就发现 其实庄志渊 你可以谈他的专业 但专业对广播来说又 又有点离听众太远 所以我们就要想说怎么在专业跟他的对话 谈话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所以就把他的专业切分 切分成很多段落 譬如说他在打桌球 切分成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你跟球馆训练的关系 那都可以找到训练 但是都可以有不一样的内容 他虽然很省话 但是他在那次访谈的内容也还讲满多的 就是他会唱谈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戏需要分享的 他后来还在录音室那边玩 然后乱聊起来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说 不是小话一哥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真的非常非常的搞笑 其实私下我真的觉得运动员 会当运动员比老师说 他们其实是很活泼的 每一个百分之九十几 基本上都是好动的 所以他们 比方说像我访问篮球选手 他们在私底下 大家都说你知道吗 这个选手啊 你访问他他一定很会讲话 因为他都在脸稍微 他在球场都在骂别人 垃圾话喷得很多 结果上我上提广播节目 汗流的跟什么一样 对啊 边流汗没说 对 那个我 我想说你是怎样啊 对啊 有一些真的是 比较能够讲一些 也不能说就是都是垃圾话 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在场上的时候 轻松的环境底下聊是OK的 但如果你今天要让他真的进一个正式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个流程 我觉得掌握那个流程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体育大家会觉得说要有视觉 可是在这个广播或者是podcast 能够让他更能够去了解体育选手 对于民众来讲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啊 而且就像我觉得我做广播的想法 其实跟丹妮是很像的 就是我在想也是我不想要再讲技术 我也不想要再讲 我也不想要 当然我是很支持 有这样的节目也很好 就是都专门讲棒球 或专门讲篮球的节目 这样当然很专注 但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运动员 或其他项目也需要被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做比较像是通式的 然后呢同时让各个运动的选手 有机会有舞台可以来聊聊 没错 没错 那包含像我在访问我才知道 像我们巧顾球还是藤球的总部 全世界总部在台湾 我想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有人在美式足球在努力 有人在这个就是划船啊 或者是相关的等等 那当然就是说老师您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不只是访问运动员 在体育相关的产业 也是有比较丰富的一些访谈 你们都会去 老师你也会去邀请 那这边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感觉呢 你说产业吗 产业的话就是要看说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邀请的是 比如说国体大的老师 比如说有几位在做产业上面 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 那或者说是邀请像 现在国体的副校长 陈国义的老师 那他其实也是有法学 纽约法学的背景 他之前是澳会的秘书长 所以他对于这种外交 这种事物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擅长 或者说谈一些国际关系 或者是女性性别议题或运动性要 这些都是属于议题式的 就体育意志 我觉得这一块也是一个可以切的 就是人物以外我会切的主题大概是偏这种 真的包含现在不管是说 女性运动员啊 或者就是说要不要打疫苗人权问题啊 像那个NBA有没有 那个有人就是他不打疫苗 然后他在那个 Jakovich也是啊 就是所以很多很多这种 但他就但他这样子会有点 会偏社论 就是会变得有点像是社会科学 这一块的讨论 但如果抓回来像我访刘伯军 就是台湾一位女性的主审 所以他在谈棒球中一直都没有女生 譬如说棒球裁判的休息室没有女生厕所 那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没有处理啊 那如果女生要去做这件事情怎么办 就是女生走上厕所吧 你棒球打那么长的时间 不用上厕所吗 所以过去一个纯男性的运动项目 未来会不会有些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棒球没办法在奥运会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很重视gender equality 就是那种性贫这件事情 所以很希望在比例上面 未来是走人数比例来做计算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 我觉得这些议题都是大家要注意到 因为它会关乎到你怎么选择运动 还有这个运动它未来的发展性 你可能现在以为可以 但是等到你走出来之后发现 这个运动已经被大家取消掉了 有可能会发展出 未来速度越来越快 因为这个等于就是说 大家所谓的百年以前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那其实是不一定的 包含就是你刚刚讲的 如果以棒球为主的话 以前的这个棒球的队名 还是有歧视性的 或者就是一些你知道吗 印第安人队等等等等 那现在就要改了 华盛顿 华盛顿就改成了另外一种 球队的名称等等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到底是要维持传统好 还是怎么好 或者是女子的这个篮球员 他们的薪水等于是 男子篮球员的千分之一 薪水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就包含比赛奖金 那都是非常大的另外的议题 但现在它就会涉及到比较偏产业当中的运作 每个产业当中 譬如说观看人数啊 跟性别比例之间的调配 所以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应该要让大家民众们关注的 所以我们在 因为去年有发生这个 在台湾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所以我后来就有在线上 跟几个不同的单位 像校外体育系啊 然后我们协会 我们就一起来办理一些圆桌体育大会 就在线上跟大家谈这些体育议题 而不是广播 是有点像我们就开一个Google Meet 然后就让大家邀请 那我们就有每个礼拜有一个主题 然后跟大家在线上谈 因为大家就会说 我们都不能 疫情底下那个时候很紧张的时候 大家不敢出去做运动 那我们总可以了解一些体育时事吧 没错 所以我们大概是几个前提来做思考 那时候有可以旁听吗 早知道我就上网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都写在运动世界 所以所有的我们的每一个讨论 都有留文字等等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搜寻 在运动世界当中的这个 圆桌体育大会 圆桌体育大会 因为其实这个运动已经不单单 只是说运动选手的事情 或者就是说只是转播 现在因为整个运动风气 它已经起来了 所以民众在这个运动方面 也是对自己的运动 也是相当的热情这样子 包含我们看到这个 理事长后面那个脚踏车啊 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的站马 也是说你本身也是非常的 喜欢运动 那你本身也是这个 业余铁人三项的选手 就比过铁人三项 然后有完赛 有完赛 然后有进步 我跟你讲 我完全没有办法 我觉得说 哇跑那个一定很累 那您这个自己 等于说自己又去参与 这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喜欢的是 我觉得透过体育参与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因为我在带的都是运动员 所以我的 在骑脚踏车的时候的教练 跟我在练游泳的时候的教练 跑步的时候的教练 都是我的学生 我就去请教这些学生 你就会发现 这真的是隔行隔山 就是他们本身 就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他们可以给你的建议 然后可以注意到的细节 跟规划跟安排 你就可以看出一个运动竞技 要能够表现好 真的是有太多 就是有一百个细节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像一般民众如果也想要就是 像老师您有这样的学生的老师 可以去教他们 现在是有管道的吗 其实现在除了各大健身房 他有各种的这种资讯 你可以去找之外 其实很多选手 他们都有自己的IG脸书 他们其实都很愿意做 有点像私教 就私人教练 那这种就是 你如果追踪久了 然后你很常跟他有在沟通 你或许私讯他 或者说你有 他们有时候开一些训练团的时候 你跟都有机会啊 我觉得 因为其实像老师您讲的 这隔行如隔山 但这些学生虽然只是学生 可是他们就是 整个生涯都在钻研 怎么样子去做这件事情 那在课程上 他们也会需要去做实习 比方说未来 不管是做当选手 还是说我要去教 因为等于民众现在的需求 要越多了 我发现连那个什么 滑雪学校啊 现在也是额满的 暴民风的那一种感觉啊 我觉得现在社群就是走一种 几分重 然后小的市场 然后非常分散的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非常niche的一个需求点 你就切在这个点上 然后去找那一个特定的运动员 我相信他们也都会很愿意的 那当然你可能会支付一些教练费啊 或训练费用 我觉得这也非常的合理 那所以在这个方面 您的访问过程这几年当中 有没有访问哪一个单位 你觉得是除了选手之外比较有趣的 比方说像是 你有访问到这个有像球团的吗 或者医疗单位 运动医学等等的这样子 我倒觉得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比如中信兄弟的球探啊 或者说是访一些 当然医疗当时去前年了 精准运动科学计划 它其实跟台体大 台大 然后清大 反正就有一些这种精准运动科技 他们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好几亿的一个计划 我们有在做这样的访谈 就是聊说运动科技对于选手的帮助 比如说它包含现在的这种VR 或者是AR 扩增进的方式 然后以及说它可不可以在 甚至可以做到预防性的医疗 比如说我透过你的动态的监测 一个逐球选手在场上跑了很多次之后 我可以预估 你如果再多跑两场比赛 你的右边大腿可能会拉伤 因为你过去的动作已经平凡使用了多少次 这样他就可以用一个大数据去预测 你可能会受伤 所以请教练不要再拍他出去了 就是这种预测可以影响到教练的调度 所以这其实是会在策略上面的一种大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会说这种叫做战略上面的大数据应用 那这种也是运动科技的辅助 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用到很高端的 了解那这个运动科技其实未来也是在民众也可以适用 不只是运动选手 当然当然民众适用的方式就又不太一样 比如说运动专业当然可以用在调度 然后策略的使用 但是民众就可以用在观赏 比如说我们在观赏NBA比赛的时候 或我们最明显就是观赏游泳 游泳比赛就是我们都会看到第一道第二道 然后都会印那个国旗的图案 然后印水稻绳 那个都是后置投影上去 但是现在可以用几席 就是它如果用一个全席投影 然后在现场 你有可能现场观看的人 也就可以看到这种很像电视在播放的样子 你甚至还可以看到选手跳出来 然后它的已经投进多少颗球 然后它这一场比赛已经有几颗球投进 然后几个三分 它就像在打电动一样 你会在现场可以看到 对啊就是因为有时候像我看高尔夫的这个精彩重播 他们就是高尔夫球出去的时候 那个轨道它立刻就可以画出来给你 然后画给你条线对 它就帮助满赏使用 嗯 那对于就是不同的那个运动赛事 需要未来比方说是球赛的啦 那个还有就是血敲的啦 或者是说像甚至摔脚等等 它就是有即时感 然后数据整合这种概念这样 对对对它甚至还可以模拟 譬如说我如果做一个过肩摔的动作 动作完毕之后它可能有几种摔的角度 我先预测 然后可以让你在就是选手 就是观众可以猜 然后再看选手做了什么 真的啊 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做一种互动 它可以做到互动这样子 这都是未来已经 不能说未来就是现在已经在开发的 进行的事 这个也是因为是疫情的这关系 所以它是 有点像是被迫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大家重新思考的 然后这一两年突然强迫成长的那种概念吗 就是疫情当然也刺激了这件事情 譬如说自行车的训练 它也是就是又可以在更多的扩增实境的环境底下 他们在家中训练 但是却又可以跟别人PK 就很像在打电动一样 那这种东西都是因为大家都在家 所以那个科技就会越来越精巧 然后为了更贴近更符合 是 所以我觉得疫情是有助长的这一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是已经一直在发生 对所以其实体育已经不再是 只是说我们打开电视 然后就看人家在比赛 它已经是融入在生活当中了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出了一本书 就是场外人生这一本书 也是讲就是说运动员的一个 运动场下的一些生活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当中 那这本书我们待会请老师来为我们 好好的分享一下 这个我们呢 老师来节目现场 当然如果聊会更开心 可是我们现在只能靠着这个 唉 荧幕啊 真是遥望 可是也没关系 我手上有着老师的著作 就当一个老师在现场 有连结 这本书呢是今年2022年的一月才首刷的 这本书叫做场外人生 我要先说一下那个 就是我们二月底要二刷了 YEAH 三月底三刷 四月底四刷 拜託大家了 拜託大家了 刷起來 我們就要像嘻哈一樣把它刷起來 刷起來 刷起來 那這個大家就會開始好奇 覺得說 那我很好奇這本書會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好的一個銷售額 它裡面到底在講些什麼 是不是我們可以請曾老師 現在是叫曾作者 來為我們分享一下這個 《場外人生》這一本書 然後同時之間呢 黃丹尼跟著聽眾朋友們 一起來探討這本書這樣子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很關鍵的 我們在談的就是運動場外 他選手們除了運動場上的精彩故事之外 運動場外其實也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我們把它切分成探索運動場 挑戰運動場 然後還有超越運動場這三塊 然後來談20種改變他的力量 在去年的6月份 其實麥肯錡有發布一部未來的報告 也就是未來最需要的50種的職業類別的報告 他其實有分成非常多的區塊 然後來做說明 那其實我的這個目錄 是依照像是這樣子的結構來做區分的 我們把每一個目錄 為什麼當中會有那麼多種的力量 其實這些力量它是可以幫我們建立起 譬如說像破框啊 覺察專注出場的佈局力 這些力它其實是有它的道理的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去更延展出我們的思維 然後幫助我們去強化這樣子 所以這本書它對於一般人來說 它是可以當成生涯的 有點像教科書 工具書 或者是基地書 直牙上面的基地的書 但對運動員來說是認識 他怎麼樣從運動場跨界進去職場的工具 因為裡面舉的例子都是運動員的例子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切點這樣子 瞭解 因為您自己的秩序當中的那個 它的title是寫著 我們能向運動員學到什麼 那這個很多人也是從這個 自己喜歡的運動當中去找到自己 比方說在職業上 或者是他們在生涯上面啊 還是人生啊 甚至就是感情上面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啟發 那當然小朋友我們也會像我的話 我三個小朋友 我也希望他們去玩體育 提早知道什麼叫做受傷 提早知道什麼叫做失敗 因為你考試 你考試不一定都是一百 你可能都是一百分 但是呢 你體育你永遠都會有勝跟負這件事情 就是去了解輸贏背後的價值 其實運動從來就不只是運動 運動是要讓我們人生的意義被彰顯 對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去彰顯出 人生命當中的意義 譬如說學習面對輸贏 或學習你要怎麼樣可以自己承擔起一些責任 那耐錯力 這些其實都是 它是一種認知上面的 那當然它還包含自我領導 就是自我領導也是 也是這個 這本書當中在談的 就是你有很多要轉換的時候 尤其是在第三篇 你要到挑戰 就是你要到超越的時候 這個你要怎麼樣可以在社群的上面的經營 在這個 這個行銷推廣上面的經營 你要怎麼樣跟別人可以互動 連結 這些都是自我領導的一部分 了解 那這個老師您剛好提到分成三個部分 包含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這本場外人生呢 第一part叫做探索運動場 就是before sports 然後呢 在這個第二part像挑戰運動場第三part 超越運動場當中 每一個segment 您都是以就是叫做力量 以所謂的破框力 覺察力 自學力為這個整合 那您希望就是說 讀者在過程當中 在每一個part 他有什麼樣子的一些 思考或者是預備 來去讀這些章節 會用力量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力它其實是 你會發現我們從 力其實是一種轉換 譬如說我們運動員 他要跑步 然後我們要 就是要能夠投擲標槍 我們就是把我們吃的飯 轉換成化學能之後 丟出去 所以拳擊也是 這是一種力的轉換 所以力它其實是一種 轉換的方法這樣子 那我們後來借助工具 譬如說射箭 或者是投時機 借助工具之後 可以把力又增加了時間的線性 所以它的維度就會變得更不一樣 我為什麼會用力呢 因為力它其實是一種 它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在 不管說是在認知的角度 在人際 在自我領導 在數位學習 這些面向當中 搭配這些不同的能力 它可以是能力 但也可以是力量 是 那力量就是一種 勢能 就是趨勢的勢 勢能 所以運用這些勢能 去幫助你去轉換 去超越 然後在生涯當中 變成一個 一個幫助 所以才會用力這個詞來做 那還會跟運動 其實還蠻貼近的 了解 而且在每一個例當中 老師這邊也有 就是針對不同的一些歷史人物 他們的一些經典字句來去搭配 哇 這個細節很多耶 老師 這本書其實很豐富耶 就是有安排一些小細節 嘿 比方說 察覺力這個地方呢 就是身體就是心最好的支點 然後是由 一行禪師 正念的奇蹟當中 所講到的 種子再飽滿 也需要大地的滋養 哇 這真的 富有這個專業又有禪義 我的天啊 我覺得讀者在這邊 有不同的一些分享 還有俄國學者等等等等 就是有些調整 沒有這樣子調整 沒錯 也就是說 就算是每一個例 也可以 老師可以把歷史人物 變成一個團體 一起運作就對了 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更 更注意到 或者是可以更看到 這些的 這些 這些很重要的要件 但是 每一個人 可能會看一本書的方式不一樣 我們這一整本書 它其實形式有趣 我們就是 每一本書都是 分五個部分 有名言經句 關鍵的問句 選手故事 方法步驟 然後摘要總結 最後有個總結 甚至有些有圖片 對 那 這個方式就是幫助我們教學引導 那其實這本書就是我們之後 如果幫一些職業球團 或者是幫一些 大專院校學生高中生 上課的時候的教材書 對 所以它是可以拿來當教學生的 這個 如果說大家 因為大家可能還沒有買到這本書 那這個場外人生這本書呢 它每一個小章節 它都是有像老師剛剛所提到的 先有主題 然後再有名人的發言之外 去瞭解一些事實 一個選手的故事 然後再來就是說有圖像 讓大家重新再去回顧 所以我覺得 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不管你是 從高中啊 或者是說到那個老人家 我覺得大家都很能夠理解 這件事情 那比較辛苦的一點就是說 運動員這麼多 怎麼樣的挑這個20個人 對 挑選其實本身就很不容易 我的挑選的方法比較簡單 當然都很容易會有遺珠之憾 對 所以我的挑選其實就是 第一個就是 是我親自採訪過的選手 寫 就是因為我會知道 他的故事有沒有搭配這個力 那我剛剛已經有說 我其實這個 這些的20種力量是 跟這個6月 去年6月 麥肯錡他提出了一個報告 他就是從四大範疇 13項的工作技能 跟56個未來最需要的能力 去搭配 所以我是先有目錄 再去挑運動員 所以一個目錄底下 有可能會有兩到三個運動員 就是一個章節底下 就每個例 底下可能有兩三個運動員 有一個 然後我大部分選的 都是台灣的運動員 因為我希望他更接地氣 是選台灣的 我們過去 他跟過去的出版 很大的不同 就是過去體育類的出版書籍 要嘛就是選手的自傳 對 所以就是阿格西自傳 然後或者說是這個 費德勒 就是 薩拉波娃 就是要特別厲害的 選手的自傳 傳記 要不然就是 健美健身 就是體育類的話 就是健美健身 要不然就是寫真了 所以大概就是 這些的類別 也是體育常見的 那你說如果是比較偏醫療 保健那種 那當然又是另外解剖學 那是另外的 但是這類的書就比較少見 因為它跨在這兩者之中 所以它跟以前一般的書籍的編排方式 對 跟呈現的方式 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大概這是幾個書比較 獨特的切點這樣子 了解 所以他每一個力當中不一定 不一定只有一個選手 他可能是兩個 對他會有兩個選手這樣子 然後來搭配說為什麼這個力跟這個選手 有關這個選手是怎麼使用出這些方法 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們也 比方說隨便 您覺得您想要幫我們分享的 一個sample 這樣子哪一個力 譬如說 譬如說有幾個力很有趣 就是譬如說像矛盾力 矛盾力指的是一個選手叫廖宇蓉 那他下面的副的副標題叫做 越負面越成功 這件事情就很有趣 跟我們想像中的運動員的形象很不一樣 我們都以為說運動員叫正面 陽光 come on let's go 那種感覺 那負面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那用的是一個心理學的能力 叫做預防性負面 廖宇蓉他其實是原住民的家庭 淡親隔代教養 然後女性嘛對不對 然後練的是體育 所以這五個大概就是運動員的某一種 為什麼大家會不想練運動的某一種典型 就大家會覺得說很可憐 或者說是很辛苦 類似這樣子 但是他可以負面 問題是他會在比賽當中 他目前是台灣以他的量級來說 柔到他的女性的量級當中 成績最好的運動員 因為他的思想很不一樣 他會先把所有負面的事情都先想過一輪 他也很害怕 他也會很恐懼 但因為他想過一輪之後呢 就不會再更差了 他就只會再往前進 所以他就不會害怕他所想過的這些負面的議題 所以越負面的意思就是他負面 我因為負面 所以我要預防這個負面 所以我先全部想過一輪 以至於我都想到一應的方法跟策略 所以這其實是一種生涯策略 這個也是企業可以討論 比方說我們最保守估計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投資狀況 然後我們就說再也不會比這更低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安心的去做這件事情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的話也是一個讓大家去討論 因為很多人他真的不只是運動選手 一般民眾也不願意面對自己的負面 比方說跟我家人的關係 跟我的公婆的關係 跟我兄弟的關係 然後跟長官的關係 然後就是說我當作沒看到 不想 如果真的出問題的時候 其實好像就整個都崩潰的那種感覺 所以預防性負面 它也是一個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案例故事 他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延伸 或者是去類比到自己的生活的經驗當中 所以我覺得這大概就是 這本書很希望可以達到的事情 對然後從這個角度 然後還有很多像是什麼 目標力敏捷力 這個就是說 您也是希望就是運動員的這個故事 跟生活當中 也可以讓不同的民眾有不同的反思嘛 對可以有一些結合 比如說目標 目標力我們在談的東西 其實就舉到九宮格的目標設定 舉的就是 因為楊勇偉 他其實是我17年的時候就教過的學生 所以那個時候在教他的時候 就我們就目標設定畫過他 要希望拿到奧運金牌的那個目標的頭 所以後來在網路上面就有蠻多這種九宮格 然後後來在勇偉拿到第一面銀牌的時候 東京奧運拿到好成績的時候 也就被大聲的報導 也是因為他那個時候先做過目標的設定 他才有機會接近這個他要的目標這樣子 所以怎麼樣可以把目標視覺化跟具體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 是所以您剛剛有提到就是 這本書不只是聊運動員 他在競技上面的一些專注 也包含就是他在場外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跟其他的體育書是比較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就是有點 進入到運動員的生活當中囉 對對對有點像是這樣子 然後只不過他的生活我們取的是那20種力量 就是他這個生活中的這些增能 到底對於他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幫助 他為什麼要 譬如說他為什麼還要額外花時間 去做目標設定的規劃 一定對他有一些幫助 所以他才會在場外的時候又做這件事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是對他的人生是加分的 而且是好的 是是是 那老師您在做這個規劃的小小章節的規劃的時候 是怎麼樣子去設定這20個力量 還是就是說其實你本來也有設定其他不同的力量 但是就是說其實那個是比較有一點偏的或什麼的 這20個就是他最主要的生涯的一個力量之一 對這就回到剛剛說的就是 我是把採訪過的選手 然後再加上麥肯寫那個報告之後 搭配看看到底最大交集的可以寫的是哪些 當然排步這些力量其實還有很多 所以我在想說 說明未來可以再寫更多選手有關的故事 而且在這本書的成書的時間是去年的6月 6月就寫完了 那所以大概只會收錄到去年5月或去年4月以前的選手採訪故事 但是去年又有採訪很多的運動員 尤其在奧運後 所以有很多的故事沒有收錄進去 所以應該未來還是會希望可以再寫更多的故事 當然有很多遺珠啊也有很多很希望可以寫上去的東西 去年就是因為可能是不是疫情的關係就 對留下來就靜下來寫書 可是不是我們都關在家裡嗎 對啊就是都關在家 因為我的工作是講師 所以是到處跑著去演講 那疫情一發生大家會害怕 所以就會一直往後就把這些演講先cancel 然後往後移這樣子 所以一往後移我就空了一段時間出來 就想說那就本來手上就有一本書要寫 趕快把它寫完 啊是是是 那當然就是您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在去年6月的訪問之前的書的內容 都在這裡面 當然也不是說 就是這半年就突然多很多的選手 所以在這裡面也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過去是阿蘭的季節沒錯 是所以裡面也不單單只是講說 大家所熟悉的一些運動員 像是棒球籃球等等 像您剛剛提到的就是拳擊什麼 他都在裡面 有沒有比較就是有趣的選手 或者是說有選手他本來不願意受訪 但是您怎麼去說服他來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是他不願意受訪 當然就比較不會收錄在這個裡面 但是我比較不是說服他們說要不要上在書裡面 我就尊重他們的意見 譬如像第一篇破狂力 破狂力的那個選手是潘向井 他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籃球運動的選手 他背號二號但生涯都是拿第一名 他從來沒有輸過 那一直都是他也是達到台皮啊 然後當時他在25歲的時候他就決定他要退役 所以我把第一篇是有一個很大的思考點就是 一個選手的價值到底是由誰來定義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自己選手有一個很明顯定義價值的方法 就是你的合約 合約大概可以表現出你這個選手的 的身價啦 或者說是別人看待你的價值 價格等於價值 可不可以不要對價值 就我可不可以不要只看合約身價 而是可以回過頭看看我自己的自我價值 運動員他能不能夠注意到自己是有價值的存在 所以潘向井在25歲的時候他就決定退休 他的退休就是他跳脫了這個視野 他重新去學其他的技能 希望自己可以持續的精進 而不是他看到一些長輩或一些前輩 你可能一直待在籃球圈 感覺起來好像媒體很關注很風光 但其實你拿著這個薪水會隨著你的年紀越來越長之後 你到時候變成自由求援 或者是到最後沒有合約要簽你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拿著這個那麼高的薪水進到一般的職場 然後繼續生活啊 你的生涯當中一定會遇到一個很大的阻礙 平均退休年齡在33歲的這種運動員 運動員的退休的時間就是有三個痛點嘛 就是運動的這個不持久啊 就是運動的項目沒辦法很長的時間一直練下去 他大概33歲退休 然後沒有想像你一直在專注運動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去思考這個其他的事情要怎麼做的 所以你很容易被封閉在一個環境底下 然後再來是高風險 你受傷沒有成績就直接把你歸零 所以在這三個很大的風險底下 你一定要去考慮你的價值到底要有誰來定義 所以第一篇其實開一篇是在談這件事情 了解那當然這個就是也是運動選手 像不是我們一般運動愛好者 他們的所能了解的 因為這是他們的生涯 就是說當然不管是在25歲退休 或者是說30級退休 甚至可以打到40歲來退休 退休之後要轉職是要鼓起勇氣的 就是說面對不同的一些挑戰等等 所以這個地方也想要去聊您下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您現在也擔任這個運動員 生涯規劃發展協會的一個理事長 這個就跟您的第一篇 也是我們常常在講的運動之後的生活相關了 這個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這個的話能不能幫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個生涯規劃的一個協會 那他過程當中有一些什麼有趣的事情 因為運動員的生涯規劃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他一直都是我們生活當中 甚至說是我們的這個運動產業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思考角度 我覺得應該說是角度來說的話 最重要的是運動員他其實就是也是人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關注 關注選手本身這個角色 所以選手角色其實是一個 最重要需要關注的重點 那在運動產業當中核心是人 那人當中的核心是運動員 但是運動員的生涯這一件事情 從我進到台體大 當然我進到台體大的時間點 大概就15年前 16年前 但是就是我進到台體大 一直到我現在都在從事體育的產業 到我創協會之前 沒有一個單位在做生涯規劃 也就是生涯規劃大家都說重要 但是沒有人真的投注 心力長期去做 大家都在呼籲啦 有補助款 是 就是補助款做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我有錢我就做生涯規劃 所以我沒錢你的生涯就不干我的事 他的背後的台詞就是這個意思 這其實很危險啦 對對對 那就讓大家覺得這個東西很有風險 那選手你去投注 你就是孤注一職 你可能你會失敗 那你失敗你就自己承擔 所以才會有很多負面的選手生涯的新聞 然後很困難會出現 很關鍵在這裡 那我覺得生涯規劃 他沒辦法用一個計畫去寫他 他應該要有一個組織 然後長時間的去經營他 所以才會決定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協會是 算老師就是自己創立的 還是有一群同好 對於這種運動員生涯規劃是充滿著熱血 也有想法的一起做這件事情 創立全國性的協會至少要30個人 那我們的協會有80%都是運動員 然後另外或運動從業人員 那另外20%可能就是 有一些教授或一些企業的夥伴一起進來 當初在發起的時候 我們辦了一個春酒的活動 像郭信淳啊 然後像那個陳怡安啊 就是奧運的金牌是選手 然後或者說是各個項目的 BMX的單車啦 然後街舞啊 這些選手 都大概有三四十位的選手 都是到現場來支持 所以他就是以運動員為主體 所以我們是一個比較強調年輕 就是是一個年輕化 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運動員更年輕的群體 沒錯 然後同時是自主生長 就是去中心化的一個組織 比較像是這樣的一個協會 對 那這個比方說當有協會成立之後 開始就會接觸到一些運動員 他不會五花八門 琳瑯滿目的這種疑難雜症 就會來去尋求支援 沒有說 欸我這個退休金 要不要拿去做個什麼飲料店 還是我應該要去做一些什麼之類的 對 我們在給的建議我們就是做教育 我們的核心是做教育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幫你做投資 或者說是我們也不是說 幫你做職業的媒合 就我們不是一定是 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教你一些方法跟策略 所以我們陪伴你 給你方法跟策略幫助你度過難關 然後給你資源跟人脈 讓你可以面對未來 所以我們會幫你連結很多的資源跟人脈 然後去幫你銜接 但是能不能夠接得起這個資源 那個要看你的功力 所以你要回來學 你要把你的能力建立起來 這才是最後的核心 這等於就是說 那個運動員 在運動生涯之後的再造的一個 算是學堂嗎 這種感覺 有點像是 就是有點像一個教育的單位的組織 然後我們就是幫助 有在生涯當中遇到各種的迷惘 或者是困境的時候 他至少有一個地方可以試錯 可以去挑戰可以去試看 對 因為我不覺得我們現在能夠用 任何的知識去教運動員 這件事情其實不太可能發生 那我們唯一能夠教運動員的 可能就是一些 就是觀念或者是一些 全局性的思考 的洞見 價值觀的取捨 或者是行動的原則 或是幫他連結一些資源跟人脈 這才是我們能夠教的 其他我們沒辦法教 所以我們協會就在教這些東西 這樣 是包含就是說一些 九宮格或者像心智圖 這心智圖這個東西也是 好像對於選手在職業生涯 或者是生活當中 滿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的話就是在心智圖上 是什麼原理 他是怎麼樣幫這個運動員 找到這個第二人生的呢 他是方法類的工具 那因為我過去就是在企業 就是在教心智圖 那這種心智圖法 它是一種視覺化的工具 那它最重要的關鍵點 我覺得有兩個 就是任何你的生涯的問題 或你的人生當中的困境 看得見才能夠去處理 你如果沒辦法把你的東西 讓它落筆 或者是視覺化出來的話 你大部分就是用想像的 你會把問題想像的變得太大 或者是不符合事實 所以心智圖的第一個學習就是 視覺化 第二個就是增加你的確定感 有的時候你對於生涯不確定 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個VUCA的世代 VUCA 就是不確定混沌 然後複雜性 然後不對稱 就是各種的狀態其實是不平等的 那這就是生涯當中的迷惘 那視覺化的東西 可以幫助你把這種迷惘的狀態 盪到一張紙張上面 或者是書寫下來 可以讓你至少情緒比較穩定 去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視覺化的處理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在台體大本來就有在開的課 那我後來持續的就把它延伸 然後變成生涯規劃的課程之一 這樣子 那當然也不只只有他的課 對 這個這個也是就是說 生涯規劃不一定就是說退役的選手 或者是比方說在後端才會需要這樣的協助 比方說他在這個職業的過程當中 就可能需要跟這個 就是職業發展協會可能要一些交流 讓他們提早有準備這樣感覺 是嗎 那規劃本來就不能夠到你要做生涯選擇的時候才開始預備 因為我覺得這種預備這種東西 我們會把它說叫做一種抉擇的素養 就你要怎麼做選擇的時候 這種思考其實很關鍵的是你要先看一件事情 你要看更長遠一點 就是你的你的預備要更長一點 所以你應該要長期穩定的去做好一件事 而不是突然間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們來說 他是 他就有點像是 做生涯規劃的訓練就像運動訓練一樣啊 你很小的時候你可以培養他的一些興趣 那國小的時候你可以有一些基礎體能的訓練 那國高中的時候你可能有一些技術結合體能訓練的綜合訓練 那大專你可以有專項訓練 甚至心理運動科學介入 其實生涯規劃就是在鍛鍊你的思考力的訓練 他也是有層次的 你應該更早一點就開始建立這件事情 才會幫助到 所以有些選手他就是說啊我好忙喔 每天都在訓練又要上課又要睡覺什麼之類的 其實這些 其實沒有那麼好大 沒有 對都是藉口啊 就是有時間的話 他其實都可以拿出來去規劃這樣子 那也是有所謂的案 他沒有想到啊 對沒有想到 那也是說這一本書也是等於就是讓選手知道說 有案例或者是家長們可以看一看 就是說你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想要從體育界 甚至不一定有體育界 可是生涯規劃是可以看看說 你怎麼從這一本書 場外人生去了解到 第一個探索運動場 去瞭解到 然後再來就是說挑戰運動場 然後再來就是操運動場 這三個大項當中裡面有20個力量 去說明就是說我們怎麼去看待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一些挑戰 或者是人生的一些進展這樣子 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的好 那當然也是因為 可能是不是這幾年 體育的這個發展蓬勃 不管是說之前我們有提到 以前就只有老師 就是電視台在體育啦 或者是等等 現在開始連自媒體 慢慢的像老師您的這個Podcast 其實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空中全運會的一些節目 慢慢大家對於體育這件事情的認知 跟興趣度會越來越高 那您怎麼看就是說這幾年 大家在於這個體育的風氣 慢慢在成長 不管是發展條例 不管是籃球的聯盟發發 或者是大家對於這個體育的關注度 越來越好 它是一個對台灣的體育來講 是不是一好的事情 我覺得當然是一件好的事情 只要趨勢在變化的時候 趨勢都是它不會錯的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去follow這個趨勢 去應變這個趨勢 所以它正在往這個方向走 它就像是一個水流 它正在往前移動 那就是你要不要跟上而已 所以你如果要跟上這個趨勢 你要問的問題應該是 怎麼樣可以讓我在這個趨勢當中 可以存活 我怎麼樣可以讓我自己 在這個趨勢當中保有一席之地 那這其實就是生涯規劃的 很重要的思考 而不是說這個趨勢 就是來了怎麼辦 或者是這個趨勢好或不好 它沒有好或不好 它就來了 所以我會覺得 它目前對於台灣的運動來說 它當然是一個機會 因為台灣運動 它還有很大的發展的空間 還在成長 還在努力當中 但那個文化的建造 你如果現在開始去思想它 我有時候都會說最好思考一件事情 第一好的時間點是現在 這是第二好的時間點 就可能是十年以前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思考一件事情 去把它做一個更長遠的布局跟延伸 你從現在開始好好的去規劃它 這其實才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一種思考方式 了解 所以呢如果是運動員你想要知道 就是這個趨勢怎麼樣去進行 跟體育愛好者 現在想要了解台灣的運動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發展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看 場外人生這本書 那當然在節目的最後 是不是也請老師 這個幫我們再去做一個分享 這本書 它這個對於體育跟生涯當中 它的一個結合性跟我們讀者 要用什麼樣子的心情來看這本書 要用什麼樣的心情來看這本書 就是你就當成小說 當成輕鬆的讀物來看就好 那你可以把它 因為它切成20個單元的目的 就是不要把它變得很重的篇章 就是讓大家可以把這一個內容 你先挑你想看的看 那我會覺得你遇到哪些困境 或哪些困難的時候 你就去翻閱這些內容 它背後有操作的方法 有引導你的練習的步驟 所以有這些步驟 然後形式有序的 然後有一些金句 有一些問句 你就拿來問問自己 我建議你 這本書它很像是 一本需要你拿起筆來自我引導的書 所以就拿出一張紙 然後拿出一支筆 然後就來邊寫或邊看 就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去思考它 我覺得這會是一種比較好 使用這本書的方法 了解 那希望呢 這本書可以讓大家更多的啟發 也可以讓我們這個 曾泉玉老師呢 變成DJ一樣 一刷再刷 刷DJ牌 希望可以 當然可以 拜託大家囉 對 因為好的話 我們就有第二本 有關於就是其他的力量 其他的運動員 他們的生涯故事 真的會很有趣 好 希望是可以這樣子 是 非常感謝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運動生涯規劃發展協會理事長 同時也是Podcast空中全員會的主持人 曾泉玉老師來節目現場 來分享這本書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太開心了 你收聽的是YOVSport Show 我們待會馬上回來 謝謝